嗨各位我是金川义 诶没错又到这个时候了 就是狂吹播当季热门乱蹭流量 然后让一些人偷偷不爽 只敢在风头过几个月后才回去偷嘴的系列节目啊 今天咱们要讲的当然就是今年最后的话题大作 葬送的福利莲 好吧因为那个药丝少女超晚开播 可能她才是最后就是的 归坠到现在啊 对于这年头霸权的产生方式也多少有点概念了吧 不是该记有什么本来就很知名的话题原作专业要动画化 就是其中一部动画不知为何集结了各路神仙参与 福利莲我觉得也是属于后者这一类 可是不管怎么样我想要说2023像这样回首去看 能发现今年受到关注的作品类型变得这么多样 不再是少典漫改独占凹头 真的是一件很令人欣慰的事 希望大家能藉由这些机会都去看看那些不一样 但依旧有趣的作品好不好 OK如果你喜欢这类介绍新翻的影片 仅穿一的10月新翻推荐已经推出啦 6月呢还出了2023上半年的十大动画 这些都可以去看看 也恳请使用超级感谢 这时候产出更多相关的内容 IG follow也麻烦大家啦 好321我们开始 之前是抽奖时间 对的再次要感谢木棉花提供我们这1到10集葬送的福利莲实体漫画书 我自己本来就有打算收 所以决定就把这一套抽出来送给大家了 抽奖办法是这样的 各位只要把这部影片专发到你的社群平台 FB IG DC Line Group都可以 然后把分享好的证据截图起来 对这很重要 私讯到我的IG 又或者你的朋友真的被你推坑成功点进来看这部影片啊 截他留言也不是不行啦 总之只要是我看得出来有成功分享的东西都算有符合资格 如果你看的动画超爱想要收藏的话 现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哦 备注一下这集影片我前面会讲漫画后面会讲动画 9月22号本作监督斋藤龟翼狼发了一篇推文说 从咕噜摇滚到福利莲的全程马拉松 这大概是我这辈子前三名最拼的一段高光时期啦 是的从这就能看出福利莲是一部集中多少心血还有经费制作出来的作品了 OPED霸权布阵初回放送两小时 加上肉眼可见的作画水准嘛 这么庞大的资源投注在这一部勇者低话就老死的动画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葬送的福利莲原作在日本本来就已经相当有人气了 给大家一个比例是今年3月我退孩子动画画前销量是450万部就还不错嘛 那你知道福利莲现在动画才刚播哦 销量是多少吗 800万对将近两倍的一个数字 显示福利莲尽管题材并不主流展开也跟劲爆2C点关系都没有啊 但它还是累积了这么多的读者这一定有其原因 我在新翻推荐就有稍微提到对我来说福利莲的魅力是在哪的哦 这边我就简短的重复一下啊 这是一个活了千年的妖精魔法师为了了解人而踏上旅行的故事 你在看的时候会感到非常悠哉 它就像是一条小河一样慢慢流动 有时悲伤有时暖心有时可爱 庆人我会说是形容这部最好的一个词啦 想到这一类型的动画什么旅行啊 心灵啊传达心意啊 大家可能会想到5年前的紫罗兰永恒花园 刚好配乐都是同一个嘛 F&Co 我会说观感确实是有点接近 但金子相比福利莲其实还是比较偏戏剧化的 福利莲几乎没有那种大喜大悲哭爹含量的场面 这一部的主题呢就是三个字 寿命论 这个词其实存在还蛮久的 因为早前阿宅特别常看到那种 哎呦人类爱上天使爱上狐仙爱上克苏鲁怪物的作品 然后他们就会思考说 哎呀就算这对家人现在看起来很幸福 可未来终将面临其中一方先老去的情况啊 就感到很忧郁 后来寿命论就被广泛用来形容那种种族间寿命差距的挣扎啦 讲五指转生就也是另外一部寿命论占比很重的作品哦 福利莲身为妖精和其他三位伙伴活在完全不同的一个时间尺度上 对他来说几十年根本就不算很长的时间 他与勇者围棋十年的冒险哦 甚至不满他人生的百分之一 然而这也造就了福利莲容易错估了 可能一些事情在一般人眼中的重大程度 像故事开头一群人相约在五十年后再一起看流星雨 五十年对福利莲也就是一下子的事情 顶多人类的三年好了 可是对其他伙伴来说 五十年都已经是可以往生的时间了 在桑里上他才发现这么多年来 他日子跟他一起过了 却还没有真正去了解过他一些行为的意义 于是就有了我们本篇的故事 福利莲会一边寻着当年冒险的足迹感受时间带来的变化 一边与新的伙伴们创造新的回忆这样 勇者虽然在开头就已经过世了 可是他的回忆却几乎是全程伴在福利莲左右 标题葬送的福利莲是取自福利莲在作中的艺名 因为他是史上葬送掉最多只魔物的魔法师身受魔族畏惧 可是这个标题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双关 暗示福利莲超长的寿命让他总会是那一个为亲朋好友送终的葬送者 这是一趟你会感叹生命数乎即逝 同时又会赞叹人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为世界造成如此大变化的冒险 其中有一段我就很印象深刻 是讲说八十年以前 魔王军用来大杀四方的毁灭杀招有没有 如今再用出来却几乎没有屁用的 因为这些年间人类将当时的技术内化发展并普及 曾经的大绝放到现代也就是个平A 这不正是我们人类在面对 可能疾病好了会有的自然发展吗 以前一个小感冒可能就会要了古代人的命 不过现在去诊所挂个号就能解决了 这就是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结晶啊 还有另外一点不能不提的 就是本作的搞笑功力 对老实说你要问我 我绝对认为本作是好笑大于好哭的 福利连是相当少见属于那种靠小动作小表情来搞笑的漫画 这一部比较标志性的一个手法 就是一两页没有任何对白只有格子的蒙太奇嘛 大多时候是用来表现时间的流逝 只是每一次作者都一定会在中间放小小的一个 福利连很魔性的表情或者很滑稽的动作 来制造那种干燥式的幽默 就你知道像间谍加加九好了 他的好笑是动态的夸张的 可是福利连就属于静态的 你看了不会喷笑 而是会有种心被羽毛骚到那样痒痒的感觉 两种都很可爱啦 在此还是得像阿尼亚以及福利连的声优 总其敦美至上我最高的敬意 好的那讲到动画的部分 这次福利连的动画可以说是日本电视台 周刊少年Sunday还有Madhouse三家 请尽全力做出了一个大赌注 结果四成四败 我们未来再讨论单论品质啦 福利连毋庸置疑的是无比扎实 不过不过确实啦 单纯把1234级连载起播 是蛮让人冷下来的 就跟鬼灭之刃上弦集结片是一样的情况 那个OPED全部播下来 我连续听了四次 我是有听人说这可能是放送版本的问题 因为在日本他首播的那一档 是有把重复的OPED剪掉的 但无论如何啦 这一步的结构跟我推终究是不一样的 四话有各自的起程转合 而不是打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是要连在一起的故事 其实原作档稍微算一下也知道 两个小时福利连是演不到那个像是 胜胞胎长大新篇章开始的断点德 在画面上本作走的是一个很素的风格 清楚的黑线大大色快 就连特效很多时候都可以保留手绘的质感 我自己看着是还蛮舒服的 有种读童话书的fu 个人最喜欢的一个信 应该是第三话 师徒两个人去海边吃点心的场景 这一段的线条 颜色跟光影变化都细腻的很低调 非常值得你来回去仔细看 然后还有一点必须提的就是蒙太切运用 前面讲过嘛 福利连有很多没有对白 只有图片的部分 这不仅是传达时间流动的方式 也是漫画主要脉膜的地方 这一块要是没有做好 我觉得几乎就跟你拍练巨人 结果疯狂感不够的严重程度是一样的啊 两个小时看完后 我会说总体上做的是很不错的 你们知道这一块难哦 就难在动画原则上不存在格子这种东西嘛 每一个画面都是一样大 所以漫画那种一个小可爱 在边边角角偷卖萌这样的手法几乎用不出来 时不时你还是得进入角色的主观 而且很多段落你不禁止是真的好笑不起来的 我举个例子 这个福利连从草丛探出头的画面 就在漫画我很印象深刻 为什么就因为太好笑太可爱的 而动画尽管我能看出他们有努力保留下那个喜感 可就还是差了那么一滴滴 好在八成的蒙点都是有成功弄出来的 可以感受到灾腾龟狼这位监督的range啦 做了两种差异这么剧烈的搞笑风格 也必须称赞Evancore的配乐 毕竟所有蒙太奇都得靠配乐称 那个曲风依旧优扬 每次听我都觉得我在逛 无印良品 讲到这儿我应该也要聊一下 尤阿索比负责的OP特别是在IDOL之后 对这个组合的讨论简直是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有没有 很多人直接表示杀福利连找尤阿索比 未免也太不搭了吧 嗯 是啦 的确不是你想到一部 慢节奏奇幻旅行动画会出现的音乐 我举个反例 无耻转身好了 第一季片头曲 旅人之歌 这才比较接近大多数人心目中福利连的味道吧 所以在预告释出后 我一直很好奇副歌这么high 那前面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诶 结果听到开头那个味道反而就对了 特别是前20秒 尽管曲子本身还是尤阿索比祖传的电子音乐 只不过你仍旧能感受到这部作品 独有那种故事书已被合上 但他的人生才正要开始这样的厚重感 近开头后的旋律也非常特殊 这可能就是阿雅瑟这次试图表现的奇幻吧 啊对 那个MIDE就没怎么好说的 我想没人觉得他来唱福利连的片尾会很奇怪的哈 最后讲讲制作公司的部分 不瞒各位 仅穿以我个人是稍微久一点以前的MADHOUSE狂奋 是的 在差不多5年前吧 你要是问我我最喜欢哪一间动画公司 那我绝对会回答你是MADHOUSE 风屋这间老字号它从1970年代开始 历经多次变革 现在那批人跟以前早就都不一样了 这年头的观众对他的印象应该也就是 哦 就是做欧巴罗那一间嘛 不好也不坏 但你要是真这么觉得 那是因为你还不认识更早时期的MADHOUSE 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准 我我我真的要讲这间公司 如果是论10年代以前的表现 我认为甚至 甚至哦 是可以跟吉卜力对标的 夏日大作战 死亡笔记本 就连精明的大多数作品 全部都是MADHOUSE一手包办 不过风屋在前任社长 玩山正雄离开去成立MAPA 对 MAPA之后 作品线就有很大的变化 当然也不是说这期间 他们就没出什么好作品 说老实话 这个时期风屋出产的动画 我喜欢的程度还是远远超过MAPA的 像学员末世录啊 游戏人生啊 一拳超人啊 比宇宙更远的地方啊一大堆 反倒是MAPA 那个时期还在做一些独立小动作 还比较有MADHOUSE在2000年代的风格哦 是到近5年吧 MADHOUSE我觉得才有越来越沉寂的迹象 优秀的作品不是没有哦 可就是给人一种落后于那些一线大厂的印象 尤其是他第MAPA 两家知名度可以说呈现一个黄金交叉 好啊 兜了一大圈 我想说的是 MADHOUSE这一次借由福利莲再次挑战那个顶规品质 还有话题度身为钱狂粉 我是很开心的 OK 那差不多我的心得就是这样 各位看完前四话有什么感想呢 欢迎留言分享 我得说每到一季总是会出一部话题大作 这不论是你们这个世代 还是我学生时代都是一样的 现在很常有人说 啊 这年头动画都太商业了 第一话搞出一堆噱头真流量啊 主题曲都是流行音乐 宅哥越来越视为啊 要不就每一次都一堆跟风路人涌进来凑热闹 核心族群的讨论空间被搞得乌烟瘴气啊 各种各种抱怨啊 这些当然到某一程度都是事实 也并不是每一部大作都可以真的符合观众的期待 不过我个人是觉得商业是动画化的必行之路啦 如果没有圈外人来凑热闹 没有小孩子来尝闲 那动画压根不会有续作 群体也压根不会壮大 自己喜欢的动画能够继续才是最重要 也最开心的吧 今天葬送的福利连他是三家公司的一个赌注 我认为也是一个考验啊 考验这个世代观众朋友 能不能接受像这样的一部战斗几乎没有 节奏慢到不行 题材如此冷撇动画 并看懂他的有趣之处 我从来不觉得这部真的能大出圈还怎样 但他实际上到底能走到哪里 到咕噜摇滚 到练上换装娃娃 我是很后期且很想要在开播后一探究竟的 OK 我是智琳穿衣 我们下部影片见 còn在这里也在记得 我是你 谁带一下 我像我 grind噜